大家好,我是北美彪,今天给大家做个粽子,这是控干水的姜米,还有红枣,好,现在我们开始制作,首先取两张泡好并且煮好的粽叶,这样给它折一下,三角形,然后将姜米放上一个, 在底部,然后加上两个枣,填上姜米,这样分割一下,这样就包好了,一个粽子,然后,线图这样一剪, 好,这样一个粽子就包好 好,这就是我们包好的全部的粽子,放在水里面,大约煮45分钟 我们的粽子煮好了,成出,现在我们的粽子煮好并且晾凉,现在拔开一个看一下 好 好,这样一个传统的粽子 就是说好,希望大家喜欢,谢谢 好,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